童韆英文 財政 好 謝謝主席 是不是有請林部長 楊不太早 第一個問題是 當然我們現在外交除了有邦交之外 我們在很多的重要國際組織 也一直在推動 像WHA I CARE 这些大概已经是 以某一个身份都已经直接参与了 那么我们非常重要一个UNFCCC 目前是还没有取得一个 比较直接的途径参与吧 对 目前我们并没有一个正式的参与 可是我们也是透过工研院 由我们的环保署 还有相关的这些同仁去参加 另外就是我们民间 事实上我们的NGO也有去参加 另外我们的立法委员 我们也会邀请他们去参加相关的会议 我知道我们邱委员也参加过好几次 那么NGO当然我看也 我今天就要谈这个问题 就是我去查一些资料 我们NGO当然也去参加了 但是后来我查他们资料之后 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到底我们现在有几个NGO参加 参加相关UNFCCC 我记得是有大概至少有三四个 就包括我们简佑星简前部长 他们的环境永续发展的NGO 事实上跟我们之间合作也很多 还有台达电子文教基金会 我这边看起来是有五个 可是我发现一个问题 我们在NGO在UNFCCC的官网上 是不是有被矮化了这样的嫌疑 我了解 你应该知道 你们应该知道我们现象 我了解 你看看我们先看台达电基金会 事实上它城市 城市是写台北 可是国家是中国 是不是 这你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这个大陆方面 我想因为在联合国的这个系统之下 他们都会多方的这个矮化我们 那我们现在比较好的就是 像我们比较正式参加的 像这个世界卫生大会 它就比较有建立 已经建立的一个模式 那上次我们去参加Icare 事实上也有一个模式 那UNFCCC的部分 因为NGO的部分 事实上是有被矮化的情形 我们也是持续的向 那NGO像这种被矮化 我们外交部可以在哪一方面努力 我们事实上也是透过这个相关的管道 也是让中国大陆了解 所以我们对于这种做法 其实我们是非常的不满意 但是可是对于我们的NGO 他们愿意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想基本上我们还是持肯定的态度 我想参与基本上有它的价值 但是抗疫的部分 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来做 所以你们是持机有在做 这样的事情 你看到我在看第二个 第二个那个永续 你刚刚讲的永续人员研究基金会 对 你看城市是台湾 台湾省 等于是就直接讲说是中国的一省 而且它的缩写应该是T-A-I-S-E 可是原来这个东西连结上去 是连结到一个 一个身体保健的日本网站 我想这样的现象 你们可能要去实际了解一下 然后或者是有没有办法 当然去做更好的一个调整 我们现在外交了 当然外交现在困境是很 其实一个非常大的困境突破 在联合国的体系里面是碰到中国大陆的打压 确实还是继续存在 那这个部分 那么我请教一下你们这一部分 透过跟大陆来表达是透过陆委会吗 有没有把这个现象让陆委会 就是说像这种已经是等于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了 是不是陆委会把这种现象说让他们也可以不避在这些 我想应该因为你们跟陆委会应该是一个很重要连结 特别现在主委现在又是外交部出去 对 原来就有 我觉得第一次我觉得说是陆委会真的是都要外交部出去的 我们现在看到国台办几乎都是大陆外交部出身的 某一个程度虽然说现在两岸有一个特殊的关系 事实上两岸处理的关系也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一次我们下主委去那边我认为是第一次真的是科班出来 不然怎么去跟人家谈判 搞一些不知道国际谈判的人去跟大陆大国来谈判 这一次我想这个东西我刚好有这样的机会 把这种情形透过陆委会跟他们反映一下 最起码在形式上不要再这样的打压我们 第二个就是这一次我们排了个会期到越南去考察 可是第一个碰到的是在通关的时候 我们听到说我们在办那个 我们现在那个紧急办件叫什么名字 我们在机场如果出了状况 我们要办 有一个机场的紧急服务 集办护照 那么集办护照我听了了解以后 哇那个量急速增加好像都变成 现在我想要去就要去 那跟那个整个我们做集办护照的初衷都不一样 是不是我请我们联务局来简单 解释一下 我理解的是增加的不只是数量增加 那么随时在时间上也给我们夜办单位 很大的压力 那么你们好像人手也没增加 有的做到三更半夜都在做是不是 是不是有这种现象 在今年过年期间 我们的值班同事做到凌晨四点都在做这护照 那所以呢 你们碰到这个情形你们怎么办 是要给他们人 还是要给一个规则 现在变成好像讲真的 那个正常办护照应该不是在那边 那您这边有什么想法 对这样事情这样子 对我们同仁要怎么去处理这些 是协助他们还怎么样 像委员报告就是在今年过年 2月14号到23号期间 总共办理的护照有196件 紧急护照 那其中呢 这很多很多护照都是过期的 并不是说它效期不够 或者这个护照真正要急着出国的 196件里面只有真正 要紧急事件出国只有10件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去减少这种现象 所以我们现在打算要规划 规划就是说将来你这护照 如果预期的 这种情形不能在我们这个 就中间机场来换花护照 当然 当然这个可能又会有名言 说不定你们可以用一套 预期的你就把它费用收得高高的 你是预期就是你是刻意不办的 好你来我帮你办 但是我要把费用 拉到可以去帮忙 我们多边两个人来处理这种事情 这也是个方式 但是因为我是觉得 这个不是很正常的现象 但是你们 还有做过一个所谓的行动领悟吗 我看是南部的做过 到离岛偏乡去是不是 目前我们这个 向委员报告 我们这个行动领悟是驻外单位也有办 我们是在96年1月就开始办 那在国内呢 国内就是我们这个外交部南部办事处 还有中部办事处 还有云嘉兰办事处 还有东部办事处都有办 我因为我没有印象 我没有印象有没有到过金门 最近我们这个外交部领事事务局 在3月26号我们就要到金门 要到金门 因为事实上离岛这些在办这些 这个不管签证或者是办这个护照 要不就是高架让旅行社送 因为他有一个交通 要不就亲自来 那所浪费的这个 我是觉得因为不只是办政界 也要让这些离岛比较偏乡 理解整个我们相关的签证领悟的这些事情 还有现在金门的新住民很多 金门的新住民 大陆的是一部分 总共加来有4000对 所以像这样的东西 对一些比较偏乡离岛 其实你们应该更主动的 让这些乡亲 知道这些信息 甚至让他们觉得办起来更便利 这个我认为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方向 请你们再帮忙一下好不好 好 谢谢 部长 是的 我刚刚讲说这一次去越南 当然这一次我们越南去年那个513 其实虽然说我们那些台商 受到了一个 等于是牵连 可是事实上对他们来讲 也产生很大的一个损失 不过我真的觉得 我上次在乔务委员会 我就讲 这些台商真的很勇敢 而且很努力 但这一次他们对我们 不管外交部 不管乔委会 不管经济部 相关单位 甚至朝野两党的这种协助 他们都表达他们的谢意 那么 而且啊 而且讲真的 反而形成了另外一个台商 对于说在外要更团结的 这样一个共识 我们也看到在越南 在很多厂都挂着中华民国国旗 以前是不可能的 我们去看他们都很讲 我们国旗你看 所有台商的工厂都挂上国旗了 当然这是一个 因为那个事件所得来的一个结果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他们在这次发生事情以后 他们理解网路啊 网路很重要 所以他们都有自己的社群 那我看这个上次我问 那个乔务委员会的委员长 他现在也跟他们连结 所以我跟他提了一个建议 那在这里我也是希望说 这个部长你们这边可能就说 是不是把我们相关部门 外交部 经济部啊 这个桥委员 因为世界各地台商 或者各地的这个情形不一样 不一样啊 替他们做一个整合性的APP 然后他们加在一起 甚至有什么需要支持帮助 要求要协助啦 都可以由那个这样一个系统 很简单的系统来做连结 我觉得这样子对我们的外交工作 他对我们这个台商啊 他们或者是我们的侨民啊 他们的保护会非常有用啊 而且是整个平台结合在一起 他很可能很简单 就是在这个区域我所需要的 我所需要的服务的这样的一个APP 那我觉得说你们应该是部会 跨部会啊 要把这事情去整合一下 我们去做一个协调 因为上次我也跟他建议过 因为越南的部分 当然我们也非常谢谢委员的关心 其实越南政府事实上也表现得相当的善意 现在对于我们台商的安全 或者对台商的一些相关的补助 事实上他们也有在做 我想我们相关的住处 不管是在河内 在胡志明市 其实都有在盯这个越南方面 我们希望能够对台商能够提供更好的保障 这当中当然有一个 我到黄代表有提过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部里面跟内政部 有没有去做协调 就是有关我们在台湾的这个外劳逃逸 但是外劳逃逸以后 因为逃逸他可能很多机会做连结 很快回去以后一结婚 三年就可以回来 那事实上我一听了以后 我们几个委员听了 这也不合理 变成这些来这里的外劳 他跑掉了 他有事无恐 然后在办证件的时候 也对我们那边的这个 我们承办的原因 他好像你们没有我的办法 我要去了跑就跑 跑完了以后 我可能在外面也找到对象了 不管是已经规划这里了 或是新的 那么结婚婚照样跟别的一样 我三年以后就可以规划 规划成这个中华民国国籍 所以他们希望把这个 有逃跑外劳的这种时间延长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应该跟内政部有个协调吧 我有听过 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当然会请领务局 会来跟内政部 特别是移民署那边 我们会来再做一些 就是说在规划的部分 你假如给他一个比较长的一个限制 那么他可能就不会那么嚣张 那我们听了以后 几个委员都觉得是应该去帮忙 所以我们也会跟内政部来反应 我希望外交部里面要去做连结 好的 没问题 谢谢 谢谢委员 好 谢谢 各位委员 我们中午